经秋一时 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若贝尔文学奖 预示着中国文学崭新的收获季节到来 为展示加重笔会作家在文学和影视创作方面的成绩 鼓励文学爱好者写作 促进加华文学的繁荣 加拿大笔会11月10日举办作者学者鼓者交流 继新书发布会 我是加拿大中国笔会的会长曾小文 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作者读者学者交流会继新书发布会 那因为加拿大笔会已经有了17年的历史 在这17年中我们出版了30多部长篇小说 数百篇短篇小说还有很多影视作品 那我们就是尤其在这个莫言荷的诺北文学奖之后 对海外的作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展示作家的风采 展示我们的作品 尤其在最近几年来笔会的很多作家涉足影视界 那我们也会在这个活动中展示我们孙博和我创作的电视剧返航的片花 而且还会有一些新书发布 那参加讲演的人呢 还有玉大夫文学奖的获得者 陈和 还有孙博 还有川沙 文章伟丽 还有我会发布不笔会的一些新书 本次活动开始播放了33集电视连续剧返航的精彩片花 此电视剧近期将登陆中国电视屏幕 孙博讲述他和郑晓文合作改编返航 有名中国创造的艰辛过程 作家陈和 唱谈创作长篇作品《红白黑》 和米罗山营地的明星体验 而世人穿沙分享的是他废时十几年 打磨巨制长篇小说《兰花旗袍的新路历程》 今天非常高兴参加家中笔会这个活动 我来加拿大时间虽然不是很长 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 在我们多伦多活跃的一群作家 他们处在非常独特的一种地位 他们在这里获得了一个 重新观察中国的新的视觉 同时在这里立足加拿大这个社会 观察了解我们的新华侨老移民 在他们身上挖掘很多的故事 也写出了非常多优秀的作品 甚至在国内都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的支持和关注 我在这里终于希望 我们旅居海外的作家 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 能够将来创造出更多优秀的华文作品 交流会现场作家与读者现场交流活动 分享创作出版 涉足引世界的经验 并签名授书 这是三流网络电视记者 发自活动现场的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